男人坐在游艇上深吸一口气 直接跳入冰冷的海水中 下一秒 七只变态杀人精就出现在他眼前 但男人却丝毫不慌 反而大胆地向他们游去 只因这些庞然大物正在午休 在靠近一只鲸鱼后 他立马拿出水下摄像头 想要将它固定在鲸鱼身上 然而 只要稍稍发出声息 这些巨物就会突然苏醒 并开始无情地屠杀人类 所以 尽管莱昂十分地小心 悲剧还是发生了 就在他将摄像头固定好后 也开始四处围堵他 千军一发之际 莱昂急忙卸下身上的配重装置 拼命地向海面游去 在穿越了鲸鱼层层地围堵之后 他终于浮出了水 船上的鲸鱼舰长 立马将他拉了上楼 此时的鲸鱼群还不肯发现 继续凶猛地拍打着海 幸好同事及时开动游艇 B型人才幸免于难 可身为海洋科学家的莱昂 为什么要冒着巨大的风险 去招惹这些庞然大物呢 原来就在几天之前 因为日本随意排放和污水 在加拿大的一处鲸鱼观光地 温顺的座头鲸突然开始失控 并疯狂地砸向流水 这导致所有游客全部落水 紧接着 一群骨鲸就吃起了自助餐 莱昂的女友也被裁刃杀害了 于是 为了搞清楚鲸鱼失控的原因 他找到了同样遭受袭击的货轮 并在货轮的底 发现了一些变异的一倍 这些一倍应该是受到了辐射 莱昂立马将它们带回了实验室 在一番研究过后 实验人员惊奇地发现 相对于正常品种 这些一倍不仅体型巨大 还具有强大的吸附能力 所以它们才会附着于货轮底 更可怕的是 在短短几天之内 一倍的数量就已经突破一万只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就在他们讨论之时 一个同事突然发现 一倍正在分离一种奇怪的年面 这立马引起了莱昂的警觉 结合多年的研究经验 他觉得导致一倍变异的原因 不仅仅是辐射那么简单 很有可能也包括病菌感染 为了印证自己的猜想 莱昂决定亲自前往海滩 那里有一只被渔民打死的虎精 在经过仔细的解剖之后 他很快就发现 虎精的脑干内部 竟然附着了大量的白色粘液 这与一倍分泌的物质相似 极有可能就是这种粘液 操控了虎精的行动能力 那它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又为什么要控制海洋生物 难道是为了报复鬼子吗 看来唯一的办法 就是跟随被感染的生物 找到这种粘液的来源 于是莱昂连接货轮被袭击的地图 画出了一条大概的线路 没想到 这与鲸鱼的迁徙路线完全吻合 也就是说 鲸鱼是在迁徙过程中被感染的 只要跟踪鲸鱼 就可以找到这种粘液的来源 事不宜迟 莱昂和同事立即出发寻找鲸鲁 几经周折 他们终于在迁徙路线的海域上 发现了七只座头鲸 莱昂在他们睡觉时 成功将摄像头安装到位 并设定了自动脱离程序 接下来 就是等谜底揭开的时候 三天以后 摄像头终于成功脱离了鲸鱼 并发来了位置信息 莱昂立马出发前往巡车 很快 他就在海岸附近拿到了摄像头 然后将它带回了实验室 与此同时 远在德国的研究所突然接到消息 经过救援队的不限努力 他们遇难的科考船终于被找到 救援队派出了水下机器人 同样也拍下了一段录像 就这样 随着海底的画面一点点靠近 身处两地的科学家们 几乎同时看到了诡异的影响 只见在海床的附近 一团神秘的浮游生物悄然出现 它们如同幽灵般闪烁 同时还伴有尖锐的刺耳声 难道 这就是导致海洋生物失控的原因 然而 科学家们还没有找到答案 这种恐怖的生物早已脱离海 甚至走上餐桌 发起了对人类的直接警告